美国独立纪念日当天 外号冲浪城市的南加州航廷顿海滩 举办的国庆日游行 今年已经迈入第119届 每年带来数十万人潮 游行队伍 种族多元 年龄很广泛 眼泪自四年八方 当地居民还向中央社记者展示 和太太一同装饰了协力车 他说大家这么用心的布置 目的是为了记得 美国在200多年前宣布独立 表面友跟这种仰 UVада 200 vallahi下困难 道相关的自由 有很多人都想要想要穿过 为什么远岸辗先 你所听的 有好多人身材 andi托转强 JEN推特总理 全世界会 我也坐在一日 之中 所以 HDR су节目 台灣中美官員表示 台灣與美國各方面的交流越來越密切 台美小姐扮演最好的國民外交 洛杉磯的台灣人組織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今年是第一次參與遊行 由本屆台美小姐皇后張芳瑜 帶領皇室成員披上禮服 盛裝站上花車 這讓台潮熱心出資的花車 隊伍的前方還有電影三太子炒熱氣氛 第一次參與遊行 就獲得大會愛國獎的肯定 一片歡樂氣氛中 似乎讓人暫時忘了 這是一個政治立場分歧 種族議題經常登上社會版面的國家 中央社會的林宏看洛杉磯報導 中央社會的林宏看洛杉磯報導 我們會請教育賽的資料 我們會請教育賽的資料 先來繼續教育賽 大家可以帶給他的資料 小朋友在這裡 我們會請教育賽 我們會請教育賽 我們會請教育賽